粉丝提问,为什么吃鸡不加入德国的MP18冲锋枪呢? MP18是人类第一款实战的冲锋枪,这么有意义为什么不上线吃鸡呢? 原因应该有两个 一,性能落后了 MP18冲锋枪是在一战末期大量投入实战的冲锋枪 这季时间是1914年,既然是人类第一款实战冲锋枪 那性能肯定和现代冲锋枪没法比 它的具体参数是使用9×19毫米子弹,射速为400发每分钟 也就是每秒6.67发 现代随便什么冲锋枪射速都有每秒十几发 射速方面落后太多了 子弹出速380米每秒,射程150米 这个倒核现代冲锋枪差距不大 供弹方式为20发和32发弹匣 弹容量也确实是低了 二,安全性较低 MP18的保险装置很不靠谱 它是通过把机匣右侧的垃圾柄 垃圾垃圾柄槽尾部的卡槽里完成的 这种固定方式非常不靠谱 一个不小心就容易导致垃圾柄复位 然后MP18冲锋枪就可能走火 运气好的德国士兵可能只是被打了脚面 运气不好的可能就被打中大腿和屁股 这在战场上和挂掉没有什么区别 有更多更好用更先进的冲锋枪 吃鸡是不可能加入落后的MP18的 小伙伴们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? 我们下期见